大家知道《鹿石戰記》呢 前幾天的一個電競的比賽 那我們聰哥選手 他是戴 因為他是香港人 所以他戴著面具 聰哥是不是在電競界 算是很有名的選手 他在《鹿石戰記》裡面 是不是非常有名的選手 聰哥 那他也是戴著面具 然後玩遊戲 然後比賽 贏了之後呢 結束後的訪台 然後說了香港的光榮革命 時代復興 那也因為這個事件 然後被遊戲公司呢 停權一年的比賽 然後還把他今年度贏的獎金 都沒收 除此之外 那兩位台灣主播 也是因為這樣子 就被取消他們的 未來的工作的合約 那我覺得有點遺憾 為什麼 因為我自己本身 也是一個藝術文化工作者 就跟運動員一樣 要培養一個運動員 藝術文化工作者 甚至一個電競選手 也就是他的一生 那他如果受到政治的干擾 沒有辦法去參加比賽 那他的人生 或者是他可能就不知道 無以為繼他的工作 我覺得蠻遺憾的 我想政治 應該是去介入這件事情 反而是應該撐開這個保護傘 讓文化人 讓運動人 讓電競選手 讓所有的技術選手 在自己的舞台可以發光發力 所以現在火箭隊的經理 只不過說支持香港 反送中的議題 其實下一季的火箭隊 還蠻好看的 因為James Harden 跟那個 Russell Westbrook 終於又合體 因為他們 又轉到火箭隊 其實下一季火箭是非常好看的 就只是因為總經理 他發了一篇文 其他那篇文寫的也只是 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 這樣子而已 然後也很快就刪掉 但是後來就衍生很大的風波 從一開始的中國抵制火箭隊 真的 然後再到可能他們的總裁 然後支持言論自由 到現在中國完全禁止播NBA 其實支持言論自由 我相信是一個非常普世的價值 每週一三午早上九點 一起吃早餐